全台飆高温回到家室内也超热 快速降温有配方 打开冷气温度调26度到28度之间 重点来了记得风口要往上吹 风量也要调到最大 再搭配风扇或是循环扇 既能降温又省电 大热天要坐上车也是一大考验 车内简直热爆了 一辆温度惊呆了 居然飙到67.6度 都是先开冷气 先开冷气然后人先不要进去 我会先把门打开 让它散热 然后就是冷气打开 先开冷气恐怕不是最有效的办法 网路有达人分享 车内三招快速降温 第一打开车门之后 先开一扇车窗再来像这样 车门开关八次 利用拉风箱原理排出热气 再来第二招打开冷气 风量调到最大 转成外循环再打开所有车窗 让冷气爆吹一分钟 第三把风量调到中间 转成内循环再关闭所有车窗 车内立刻变凉 再来测一次温度 原本车内67.6度高温 降温三招之后变成42度 一口气降25.6度 对假如窗户打开 然后你就前门就一直开关开关 冷空气会进去热空气会出去 我都会这样用 只是被我妈妈 但是我觉得实际感觉蛮明显的 全台高温太阳超毒辣 回到家或是打开车门 不想被热气吓跑 降温妙招赶快学起来 记得宋佩城 神山山高雄采访报导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